昨天跟大家谈起我20岁迷茫 出去爬山环游中国的故事 然后那一次翻雪山的经历 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然后有很多翻雪山的一些细节的图片 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 可惜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当时跟我一起翻雪山的朋友叫阿灵 我跟他翻完那次雪山之后 我们俩就失去了联系 不知道他这么多年现在过得怎么样 如果有机会我再见到你 兄弟我特别想请你吃个饭 我们一起坐下来 回忆我们那一次的经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